台灣情報風雨飄搖走過五週年 總統馬英九、導演吳念珍、作家小野等人 29日上午分別出席慶祝會 會中社長林逸林還當場向總統請命 今天馬總統就在我們的現場 我想大家經歷了紅仲秋案、大埔案、核四案 一直以來電價的問題 還有最近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我想在這裡也向著社會向馬總統請命 我相信總統坐在下面 也非常希望台灣社會能夠更好 但是遇到這些連食品都出問題 我想總統等一下可能要講點重話 希望我們這個社會上大家都能夠過得更好 五年前九十七年的九月開始 我們那時也剛上任才三個多月 一路走過來深刻的感覺到 他跟我們一樣的經歷了 從金融海嘯並且衰退到歐債危機以來的這些風暴 都感受到壓力 但是我們都很努力的希望能夠突破這個困境 在這裡我特別在這裡 肯定我們情報的努力 對於說他對我個人有很多的指教 我印象或很多人接受 主要的是做這個工作不能不聽外界的聲音 現場也來了許多祝賀的貴賓 包括公共電視董事長邵玉銘 前天下雜誌總主筆楊艾麗 他們都期待醒報能成為鼓舞台灣的力量 所以一個堅持一個理想 而為這個理想奮鬥會 在台灣這兩季三個月 對小報能夠為出的 就是台灣的一個情景 你以為他們真正的在做 而且真正實施 那實施我們可以每個月 給你捐一些 給你捐金 台灣情報記者方家銘 徐清聖台北報導